大家好,我是Dan SM威乐删掉了EXO成员北京入伍后公开的所有YouTube影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11月18号,SM通过北京的YouTube频道发表声明 在北京退伍之前,会停止频道的更新 虽然上传入伍前拍好的影片并不是违法 但是为了防止预想不到的误会发生 决定将北京入伍后上传的影片全部删掉 希望粉丝们能够谅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防止预想不到的误会,这不就是在说是有投诉吗? 要不然不会突然删掉这么用心上传的YouTube吧 北京不是在军队里,而是以社会服务要员服兵役 所以如果投诉多的话,公务员们也会很疲累 北京也会看颜色,所以虽然没有违法 也决定停止更新了吧 就算停止更新也要事先通知一下吧 怎么可以就这样突然下架所有影片呢? 然后也有这样的留言 社会服务要员当然不可以上传YouTube影片 其他人都累个半死,他就可以上传影片赚钱吗? 韩国法律确实是规定,在服务兵役期间 居然是不可以做任何盈利活动的 但是北京的影片是在入伍前拍好的 影片的权限也是在所属公司手上 况且北京YouTube频道根本就没有开盈利 所以北京并没有在做盈利活动 如果说一人就算不开盈利,拍影片也能维持形象 所以也算是盈利活动的话 我是没话说了 但是,这个频道只是为了等待的粉丝们 几乎一个月上传一个影片而已 然后现在在YouTube随便一找 就会出现一大堆社会服务要员拍的Vlog 所以,应该就是因为是有名IDOL 所以才会被嫉妒成本给投诉了吧 辛苦了,北京 下一个消息是 11月17号 Cube娱乐发表了旗下艺人B2B Pentagon来什么的season greeting 但是同时也发表了 因为艺人们的形成问题 将不会发表邀家1.2022年的season greeting 希望粉丝们能谅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虽然很遗憾 但是成员们都在努力进行个人活动 所以已经很满足了 应该就是因为赎金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吧 希望能早点出来结果 会不会因为不是完全题 所以公司今年才不会制作的呢 真的好想见完全题 对于尤家也得不制作2022年的season greeting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关苏金的事情只要一有新的消息出来 我一定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下个消息是 11月18号 Kim Jong-un上传了宣布提告海外网红 以及黑粉们的影片 大家好,我是Kim Jong-un 我是艺人 做了27年的艺人 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要给很多人快乐跟幸福 我原本是觉得艺人必须也要成为 大众们能够解忧的对象 所以觉得对于承受酸炎什么的也是艺人必须要做的一部分 但是透过这次的事情后发现 这程度也是越来越过火了 只是一昧的承担也不是什么办法 所以想要告诉那些喜欢留酸炎恶评的人 自己的行动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今天邀请了在我小时候关系就非常好的一位哥哥 20多岁的时候因为练习拳击而认识的 那个时候这位是什奥尔大学的学生 我是Tubo 现在是在Kimenjang工作的律师 首先我想问一下 下周的话我的药物检测结果就出来了 那位YouTuber主张的什么HRT什么TRT 只要是我使用了的话就一定会检测出来的 下周结果出来后 不管结果怎么样 都可以以民运毁损提高的 那位海外YouTuber一直觉得 自己说了那些话后 让我变得更有名了 自己在那里评价 然后附上了海外网红的IG贴文 有人说我在毁损Kimenjang工的形象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 他的点击率跟订阅数也增加了 其实我是在帮他变得更加有名 这又不是在国内有人提出疑惑 从那么远的地方只看了我的照片就说 啊他是使用药物健身的 后来又说自己只是说了可能是那样 不管怎么样 因为自己说的一些话 造成一个人这么大伤害的话 我觉得在道义上也应该要道歉的 然后最让我傻眼的部分是 我使用药物所以我能看出来使用药物的人 这到底是在说什么 我接受了最高等级的药物测试 是按照世界标准挖打的 而且是在奥运检测药物的地方接受了检测 我会接受390一项药物检测 那位YouTuber提出的药物疑惑 就算是过了很长时间也都能检测出来的 最起码我想给他一次 这位男人能够自己决定道歉的机会 不管他道不道歉 只要药物检测结果出来后证明的话 我就会听着更新有关这个争议的影片 不过这位是外国人 在韩国提高后 因为对方不在韩国 所以警方将会进行起诉中止 等他入境的话就会接受检查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以后就很难来韩国了 应该不会来吧 看来金正宫是真的忍无可忍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底下的留言 这哥果然用我们最想要的方法来解决了 果然很专业 这哥在演艺圈这么久 发生过很多事情 但是从来都没有这么生气过 由这个世界能看出 金正宫一人是副业 运动才是本业吧 希望借此机会 能让加拿大YouTuber跟酸民们知道 自己说出的话跟行动 虽然是自己的自由 但是会跟着很大的责任的 永远支持提高黑粉加油 其实在看完这个影片后 我最后期的是 在哪个体育馆能见到这些人呢 对了 在昨天金正宫宣布会 透过韩国最大律师事务所进行提高之后 这位网红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下架了所有举及金正宫的影片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